上一小节呢 我们把对于文章的评论 我们去实现了一下 那么这节课我们去实现什么内容呢 我们去实现一个对于回复的一个评论 我们去实现这部分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当前的一条回复 然后我们再去对它进行回复 这个回复呢 我们可以去回复多次 然后做成一个A to B B to A的一个模式 A回复B 那么B可以回复A 那么这节课我们的目的呢 主要是把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去把它完善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去制作一个回复的按钮 我们把按钮先给它制作出来 那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找到我们的组件 Commons Box 在这里面我们直接去学我们的布局 在这下面我们直接去给它 声明一个类名 Info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Button 那Button呢 我们也用Mail表示好了 我们这里就不用按钮的组件 我们给它一个class 我们叫CommonsButton 这里呢 是回复 然后下面呢 我们把回复区域的内容 我们先给它一个大概的轮廓 Commons 叫Replay 我这里面呢 写个文字 我们叫评论内容 里面的内容 我们稍后再去实现 我们先把简单的回复按钮 然后和我们这里的一个边框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我们去写一下样式 样式呢 我们直接去写Info 回到我们下面样式里面 应该是在这里 我们先去给它 MarkingTop 我们先让它上面呢 有一点距离 然后我们Display Flags 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一个 CommonsButton 回复按钮 回复按钮的样式 我们去写一下 先给它一个Padding Padding我们上下给它一个2px 左右呢 我们给它一个10px 然后Fontasize 我们就12px就行 然后Color呢 我们紧999 用这么个设计 给它一个Border Radius 我们多少呢 我们稍微大一点 我们20吧 让它有一个半圆的效果 最后边框 我们给它 1px-ccc 我们有这么个颜色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去实现 我们的回复的样式 回复应该是 跟我们的Info 是同级的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写 Commons Replay Display Flags 然后Marking呢 Marking我们让它上下15px 左右呢 我们给它一个0 Padding呢 我们让它上下0 左右呢 来一个10px 最后就是一个边框 边框呢 我们给它一个-11e 这么一个边框 我们这里啊 单词有一个拼写错误 然后我们保存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来看一下 这样呢 我们的内容区域 其实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同学注意看一下 我们下面的回复 其实跟我上面的回复 我们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我们想一想 可不可以去复用一下呢 当然是没有问题呢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地规组件 我们直接在这里呢 把当前的组件 我们去引入一下 我们from 来当前的目录 我们全局找一下 comptain 这样的话 我们直接在这里呢 我们去把它引用一下 相当于是自己引用自己 我们直接在这里用就可以 把它替换掉 我们先不急于保存啊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们自己引自己的话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会出现一个无限调用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去保存的时候 在我们的页面里 这里会出现一个无限的调用 自己调用自己嘛 所以会出现很多 最后导致我们的页面发生崩溃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 我们的组件要不要去引用呢 这里肯定有一个条件 去限制我们的 那么这个条件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去写一个 vegan4 我们通过循环去判断 当前这个元素呢 存不存在 我们去循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当初我们在写云函数的时候 我们找到我们的评论 评论里面呢 我们去会获取一个 应该是在update 我们在这里给它插入了一个 replace的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去判断它 是不是就可以 如果它是一个空数组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 就不去给它建设一个渲染了 所以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叫itemindex 应谁呢 是我们的comments.replace 然后我们去给它指定一个k k指定什么呢 k我们就指定item.id 我们这里 是有一个comment.id的 那我们就把它指定到这里就可以 那么我们index这里呢 就可以给它删掉 然后需要把item 传入到我们的commentsbox里面 冒号comments 就是我们的item 那么我们现在保存一下 再看我们的页面 现在下面的内容呢 其实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内容 都是没有评论的 所以它就不显示 那么我们如何去验证呢 稍后我们的代码里 会去对它进行一个验证 我们先把接下来的功能 回复当前的评论 我们先去给它实现一下 然后再去验证 我们这里的commentsbox呢 我们的一个地规的调用 是不是ok的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的回复这里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事件 我们叫click click什么呢 是我们的comments 我们去给它传两个参数 一个呢 就是我们评论的对象 我们所有的内容 我们全给它传一份过来 暂时我们就先传这一个参数吧 然后我们去把方法定义一下 在这里给它messor的 然后方法呢 我们去写一下 我们这里传了一个什么参数呢 是一个comment 我们直接把它的事件呢 丢给副组件 我们就reply 这样我们就定义了一个自定义事件 然后怎么办呢 回到我们的组件里面 我们找一下在pages detail里面 我们是在这里去调用的 我们去给它加上一个事件 我们叫reply等于 我们也叫reply吧 然后去注册我们的方法 我们往下边翻 我们在这里去写一下 我们首先用zs.r 我们去给它生命一个reply from data 这个对象我们没有定义 我们回到data里面 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下 这里面去保存什么内容呢 保存的是我们回复相关的一些变量 继续回到我们的方法里面 那这里就好写了 我们会这里面保存一个commentID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commentID 就是当前我们评论嘛 评论的ID 那么我如果要回复的话 首先我需要知道 我回复的是谁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commentID 去传给云含数 这样我们才知道 我回复的是哪一个回复 同时呢 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文章ID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元素呢 去判断出来 我们回复的是哪个文章下面的评论 然后我们回到这里继续 那它的commentID是谁呢 我们这里传过来一个对象 我们直接一点commentID 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拿到 当前我们需要回复的评论ID 然后我们去把它输出一下 回到我们的浏览器里 我们去点击回复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对象 对象里呢 有commentID 它就是我们当前需要回复的这一条评论 继续我们的操作 那么我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点击回复应该发生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应该就像这样 给我们弹一个框出来 我们把当前的输入框 我们给它拿出来 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直接在下面 Z4.2 Z4.2谁呢 我们应该去打开我们当前的输入框 我们直接调用opend command 是不是就可以 我们在这里去调用一下 把下面的日志删掉 然后我们保存来试一下 那么直接点击回复 我们的输入框就已经摊开了 打开之后我们去点发布 发布是谁呢 发布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其实这里会有一个submit的事件 submit的事件 我们是不是应该需要处理一下 那怎么处理呢 我们这里长按参数 我们就不去传它了 我们去给它传一个对象 对象呢 我们给它一个content 然后这是点comments value 我们把它给content 然后呢 后面我们使用点点点的 那个扩展服务 把我们刚才输入的 reply from data 我们给它展开 展开到我们的对象里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方法里面 那么我们这里在接收的content呢 现在它就是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需要简单的 去给它处理一下 我们const const一个from data 等于一个空对象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 我们的文章ID给它 对丢给它 然后把我们的content去给它 这里去展开一下 然后再把from data 我们去放到这里 我们直接传我们处理好的对象 这样我们的云含数 拿到的就是我们包装后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包装后 它是一个什么内容 我们直接把它打印一下 后面内容呢 我们暂时先给它retend掉 我们不让它去执行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刷新一下页面 清空控制台 点击回复 我们随便输个内容吧 attest 我们点击发布 这样我们拿到一个对象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articleID 我们的文章ID 然后有一个content 是我们输入的内容 最后呢 commentID 就是当前我去回复的 这一条评论的ID 那么拿到这三个内容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处理云含数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云含数里 在哪里呢 update comment 回到云含数里 现在我们要去处理的 就不是这些内容了 我们要去给它加一些内容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event里面呢 我们就给它加一个字段 是什么呢 comment commentID commentID是哪里来的呢 是从我们home detail里面 我们在这里去传给它的 我们传给了一个content 我们去给它解构了一下 这个content是什么呢 我们来找一下 是一个reply from data 下面呢 我们给它传了一个commentID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呢 去给它接收一下 接收完之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默认的初始值 这是一个评论ID 那是不是我们拿到commentID之后 我们就知道当前我们是要评论文章 还是要去回复之前的评论 那知道这一点之后 我们在下面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写一个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commentID等等于空 如果等于空的话 它表示什么 表示的是评论文章 对不对 否则 那么我们就是对回复 还进行了一个回复 我们写完之后呢 之前我们写的内容 我们需要去给它改造一下 之前我们是把我们封装好的内容呢 直接update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不合适了 所以我们需要去简单的 给它进行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 就给它写一个commitobj 我们重新给它去复个值 复值是谁呢 我们把它复值到这里 这里我们直接换成复值后的 那如果说我们是去评论文章的 那么我们肯定当前这条评论下面是没有回复了吗 所以我们最好是手动的 我们把replace 我们给它清空一下 这样与方万一 这样的话 之前的内容 我们可以改造成这样 iOS里面呢 去写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要去评论文章的